你好 欢迎收看5月1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苏花改通车北华县客运上路 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 原预定今年初能够同步启用的 花联先旗转运站 在历经三度招标后 19号终于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未来将建置13个月台 整合9家的客运业者 预计在明年1月底启用 花联先旗转运站新建计划 由中央核定补助7000万元 历经三度招标后 终于在今年2月底成功脱标 县长徐政卫19日出席开工动土仪式 供旗9个月 预计明年1月底完工 共计13个月台 整合9家客运业者进驻 外来将提供长途国道客运 及短途市区公车轮流转程使用 本来更早的期待 是在苏花改今年通车的时候 这个站体就已经完成了 做无缝的接轨 无缝的衔接 但是有很多都市计划的旗程 有很多这个工程 比如说包含这个工程 也有一度流标 等等的这个因素 没有让人家那么满意 可是没关系 今天非常荣幸 可以来参加这个算是动工的典礼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期待 期待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背后这个背板 这么美轮美奂的这个转运站 能够赶快如期如值来完工 这样子的完工才能够带给花莲 自己当地的民众的便利 以及观光客的舒适 好不容易 我们的这个先行转运站 在这个种种的艰困之后 我们终于在今天能够来动土 能够来兴建 在整个无论是我们的高速公路 而不是我们的国道 乃至于我们的公路 以及我们的室内的交通 把它同整起来 在我们的先行转运站 能够成为我们转运转运的一个交通中心 至于后面的租金的部分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也刚开始着手 要跟业者来做家谈 我想跟其他的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转运站 那还有目前业者既有他本身 也是跟这个私人成功的 要做一个租金 我想这个后面我们都会纳入考虑 那是不是因为疫情所做的这个影响 那影响业者的影响 有了多少的情况 我想我们都会来做家谈 我觉得政治不要得家谈 先骑转运站基地东陵国联一路的石头公园 步行约一分钟可达花联火车站前 外观设计是一层楼的建筑 基地面积1490平 室内空间200平 设有空调与遮及无障碍空间 13个月台整合9家客运业者进驻 包含花联客运 太鲁阁 华联 顶东 首都 台北客运 统联 葛马兰 及国光等 记者讲邦业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